大家好,欢迎收看手游酷玩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飞天猫 今天为大家带来了一款游戏叫汽车吃车3 这是一款赛车竞速游戏 为了更好的爬坡,只有吃掉敌人才能坚持到最后 因为我们的汽车配件还有一些能力都需要在道路上吃掉其他汽车才能荣得 这款游戏也是一款开放式游戏 在游戏过程中,我们可以为我们的汽车改装 最后和其他玩家进行一次比拼 现在我们正式的来到游戏里面 这款游戏的操控也是非常有意思 我们的左手控制汽车的前行后仰 因为这款汽车没有转向功能 只能在公路上一直前行 而我们的右手主要控制汽车的扔一些炸弹 还有吃掉其他汽车的功能 这款游戏驾驶也是非常简单 在刚刚过完了第一关之后 我们也为我们的汽车增加了一些个车轮上的改装 在游戏开始之前都有一个大轮盘 这个轮盘就是抽本官所需要的道具 每个轮盘上都有个百分比 如果百分比越高 我们在道路上荣得的这个物品也就越多 所以在游戏前期 这个大轮盘是非常重要 我们的小车已经出发 在出发过程中我们会发现 手里的炸弹是没有的 这需要在路旁进行添加 而且炸弹是非常重要 如果有小车追我们的话 可以用炸弹进行回击 游戏会出现一些上坡路段 还有下坡 这就需要控制我们小车的平衡 如果在上坡的时候 我们的汽车下后仰 很容易在行驶过程中会翻过去 这就相当危险 在刚刚的游戏里 我们的小车在一个大扳转的路段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油料不够 所以在半路直接掉了下来 可能是由于对游戏的不熟练 我们这个加速没有用 如果用完这个加速 刚刚可能是不会掉下来 会加到更多的金币 在一段猛烈驾驶之后 我们顺利的到达了终点 到达终点之后 也就会得到三块金牌 如果有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 可以订阅一下手游酷玩 现在根据上一关的任务 我们还得到了很多的奖品 这些奖品一定要收集好 我们的改装车辆就靠它了 在游戏还没有进入之前 我们会看到一辆三轮警车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款三轮警车看得是非常眼熟 没错 它就是二十几年前 在大街上跑的非常多的车 这样一下暴露了自己的年龄 现在我们来到游戏下一关 在玩游戏的过程中 我们会发现背景 和我们的车辆的颜色是几乎相似 而且看的人是眼花缭乱的 感觉的色彩一点不分明 可能这就是这款游戏的唯一缺点吧 剩下的还是非常的好的 在刚刚的一次翻滚路面 我们用上了夜影 果然 夜影用上之后 整圈我们全部通过 前方出现了一个车队 我们可以张开大嘴 把它全部吃掉 这时候很多的零部件 已经到达了我们车上 在游戏过后 我们可以用这些个零部件 进行改装 后面的警车是非常烦人的 我们需要送用一颗炸弹 把它炸掉 炸掉之后 感觉是非常爽啊 这时候我们会发现 游戏右上角的三块金牌 还剩下半块 就会全部充满 这时候要注意这些金币 还有钻石的增加 继续吃掉前面的汽车 如果有朋友喜欢本期视频 就可以为我们留言 留言之后 我们会为大家持续更新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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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唱动作 恩规楼 儿に接触